大家要下午安 其實我今天是被零食抓來 剛好我們有在做這個議題 然後剛剛看主持人 還有其實很多朋友 用了這個都是Google Doc 就有點感慨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開源的Next Crown 然後裡面有講到那個Code Code然後LOL 或者是OXOBISOnline對不對 好那其實我們今天下午的主題 我稍微變動了一下 因為剛好最近有一個計畫 是國發會的計畫 跟這個字有直接關聯 那它還是開源 只是說開源的時間 大概是第四季 所以我就把這個主題 一併帶到這個現場跟大家分享 那當然還是不會脫離所謂Next Crown這些東西 那再回過頭來看 大家應用的這個Google Doc 其實用的非常兇嘛 大家都常每天都會用它 每天用這個Google Doc 各位讓我知道一下 連我都在用 其實我們是一間公司 我們是成型科技 那應該有一些朋友認識我們 在過去也做了一些 這些開發的工作 那我們有一些客戶 其實都在用 都在問我們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到底有沒有辦法 在雲端去做編輯 因為有一些客戶它的屬性是 做硬體的NAS 有一些是做服務型的那個網路磁碟機 那他們都會被現在的客戶 最多的客戶類型是什麼客戶類型 當然是政府嘛對不對 那第二大是什麼 那科技業嘛 那科技業那個動輒幾千人的那種公司環境裡面 你請它用 大概現在只有兩個可以選 一個是Google嘛 那另外一個是微軟的Office嘛 那這兩個方案呢 對他們來說都很想用 但是大家都知道那個限制嘛 一個要嘛就花很多錢 然後一個就是說 它全部都放到雲端 大家在某一些限制的條件下 它是沒有辦法用的 它很想用 但是它沒有辦法用 它不是因為說沒錢 所以會很多條件的限制 所以在當初那個文件基金會這邊 就是LibreOffice後面的這個基金會 其實有很多人都在想辦法做這個東西 所以在大概2012年的時候 就有人做出第一版了 但是到目前 你看現在到2019了 過了7年 才有真正比較成熟的online的東西出來 那早上應該是沒有分享到啦 只有協會有一個平台讓大家測試 那我今天就給大家帶來這三種東西 大概它的差異在哪裡 那還是要打個廣告啦 這是我們公司的粉絲頁啦 這是我個人的粉絲頁 那左邊是我們公司的QR Code 右邊是我個人的 那各位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透過右邊的問我 那左邊的公司的QR Code可以幫我按個讚這樣子 那我本身在這個公司服務大概15年了 15年一直都在 那在2014年的11月 我們就重新再調整一下我們的公司的組織 那之後就只Focus在LibreOffice這一塊了 以前陳馨大概做了一堆奇奇怪怪的事情 那後面做一些方向的調整之後呢 我們目前就只做關於LibreOffice這個開發 那剛剛有一個朋友來問 那OpenOffice跟LibreOffice這個東西 我們是不是都做過 是 我們從2005年就開始做 2005年 好 那這個各位手機拿出來拍完之後呢 我今天用另外一個簡報 是 這個喔 這個 還不行 但是它大概第四季都丟出來了 因為這個是進行中的計畫 我已經跟國發會報備過了 他說可以講 那這個目前是還不會開放 那我今天會可能在後半段我會做一些demo 就是說我怎麼 你早上好像有在建主機嘛 那因為前一個講者是用Debian 當然我們公司比較喜歡用SendOS 所以我當然很快就用SendOS 跟各位在說明是怎麼講 那網路上其實有很多文件 那未來我們在用國發會的版本 也有完整的文件跟 source code 然後也有包那個完整的 binary 全部都會釋出 還沒有什麼問題 OK 好 那各位先看到一個地方 就是我現在用的是什麼東西 早上各位都有裝嘛 我正在NextCloud的環境喔 好 我已經在NextCloud的環境了 現在應該是最新的 這個可能沒有更新 好 現在是1.6.04 好 那我現在已經在上面實作了這個 這個簡報 那各位看一下我的版本 好 如果你們用協會的版本的話 是上面會是寫 應該是Colebra的吧 我這邊有另外一個 這一個版本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有點差異 這是Colebra Online Deliver 這個CODE的版本 那目前這是最新版的4.0.7 好 那如果後面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講一下 中間到底是差什麼 好 那我先把一部分的簡報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我上禮拜去台中某一個大學講過 然後那時候我是用我手機的網路 我手機是用台灣之星 結果 在那邊 我這邊 我這個畫面我大概等了30秒沒出現 所以 Online這件事情跟網路有絕對的關係 我後來換了他們的那個 那個網路之後 一下就跑出來了 然後剛好我這邊不信邪 我又試了一次台灣之星 然後他還是陣網 30秒還不給我跑出來 後來我換了這個CYMK 這個Space的空間的網路就OK了 現在就是這個速度 那我這個簡報大概30幾頁 好 那跟各位說的是 如果你用社群的版本 如果你各位本身都有一些基礎 或是你今天學過這個技能 你其實回去都可以架 Colebra的這個版本 都可以用 只是說差別就是在蘋果的環境 可能稍微抱歉一點 但是如果你是用未來國發會的版本的話 這塊我們都有調教過了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說 為什麼我會拿一堆手機出來 因為當時在做這個專案的時候 有個重點就是 有一些故事 我一開始就會 我等一下會慢慢講 好 OK 好 那我們今天是講這個東西 這個不用擔心 反正今年一定會release出來 那這個在今年來說 對於國家發展委員會來說 我已經做到第三年了 有沒有人在做的 有沒有人知道說 前面兩年到底在幹什麼鬼 都沒人知道 後面有一個人知道 因為都是他在講 那個Frank 因為我們跟軟體自由協會 一起來跟國發會 來共同推這個東西 當然過程中有很多的挫折 還有很多的莫名其妙的事情 反正大家都踩一堆坑 後面就會有 我想後面會順利一點 好 那這個簡報 通常都是來給那種一開始 完全不知道什麼 是ODF的人看 所以我去各個機關在講的時候 我都會先把前面兩年 我們在做什麼事 大略講一下 然後後面其實 就不用看了 後面就直接看demo 好不好 好 那第一在做什麼呢 其實各位 等一下我給各位一個網頁 各位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過去有些東西 都已經open source出來了 好 那我們來看 這個計畫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叫104到106 有聽過這個104到106 什麼ODF什麼計畫的嗎 有聽過嗎 其實在三年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讓你知道什麼叫ODF 然後很多人就會很害怕這個計畫 因為它第一年到第三年 大概只有在教育訓練 我跟你說ODF是什麼 然後你給我用liberoffice就好了 其他他都沒有講 三年的這樣子 但是三年過去之後 下面那個承辦人員發現 106年12月31號快到了 開始緊張 然後很多人去開了什麼 所謂的跨機關會議 我們政府有一個跨機關會議 就是各個縣市政府的資訊主管 會派他的代表來 在中央開會 說我們這個整年度的KPI怎麼樣 然後會有一個什麼 列管事項 這個就是被列管 然後他列完之後呢 行政院就在說 哪個縣市又怎麼樣 怎麼樣 哪個中央不會怎麼樣 怎麼樣 都沒有做好 所以大家會緊張 然後他發現說 在106年那一年 最後一次開會的時候 發現大家都沒做 為什麼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做啊 所以就很多意見跑上來了 通常意見最多的是誰 縣市政府 一般承辦的人 開始罵 所以你根本都沒有給我一個東西 所以那個時候 聚集了一堆意見之後 他就去找到了一些 所謂什麼民間 有在導入liberoffice的 然後有什麼協會的 有什麼專家學者 然後導出一個建議 就是我們那個liberoffice 其實都沒有處理掉 那個DOC的問題 對不對 然後那個時候 就做了一個案子 就做這個應用工具 其實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件事情 就是它是修改過的liberoffice 修改什麼 修改有時候 我們那個DOC DOC插那個文件有沒有 你轉成ODF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跑板的問題 他是用一種比較 相容性的方式把它修成 你轉個ODF之後 你用liberoffice開 問題就少很多 因為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liberoffice去開一些 DOC插的檔案 他就跑得很誇張 當然可以解決 都可以解決 但是你有沒有必要去解決 那個早期 我們在推 open office 所謂的中文加強版的時候 我們就遇到一個問題 我們有一個迷思 我們一間十個人的公司 早期還多一點三十個人 我們幻想 我們幻想 我們用open office把 客戶遇到的所有相容性問題修正之後 open office就會很用 我們做了十年 發現根本不是那回事 直到什麼時候開始發現了呢 大概2014年國發會在推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發現走標準才是唯一的解法 也就是說我們先要把我們的起跑點 拉到同一個陣線 我們再去做什麼 其他的應用 不然每天 那個2019又出來了 你又付了錢 你做出了文件 後面那個office 其實就更不上 因為那個規則是你講的 那個文件規則是你講的 你永遠沒有辦法 你永遠都會砍讓你的對手半倒 不過怎麼定就怎麼定 所以政府在推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情 其實就是參考英國政府去定 所謂的ODF 作為國家文件格式的標準 他去做這件事情 只不過前面三年都是在宣導 他沒有一個工具 讓你把原來的文件格式 轉成所謂標準的ODF格式 所以在2017年 他做了這個東西 讓大家開始有工具 去做什麼 做轉換 所以他一開始 其實不是要做什麼事情 大家看到這邊就會覺得說 他是不是要做一個office 不是喔 他一開始不是要做一個office 他一開始只是說 要給你一個工具 讓你把原來的那個 商用格式的文件 轉成ODF 轉完之後怎麼呢 你要用OpenOffice 你要LibreOffice 你要Microsoft Office 你要LibreOffice 你要LibreOffice 隔式的Office 你都能用 其實國發會最重要的目標是什麼 他不是要把某一個公司的Office排除掉 他不是 他是希望每一間 不管你是免費的還是有付錢的 你全部都要給我用標準的ODF 那聽說啦 聽說Office它本身 它對於ODF 其實最標準的還是LibreOffice 最標準還是LibreOffice 因為整個標準都是由這個基金會制定 那我們過去就有做了一些整合 包含一些財稅中心的東西 這其實要感謝我們第一年 大概有五個示範機關 其實付出最多的是財稅中心 各位都知道他們在過去做了很多 LibreOffice或OpenOffice的始作 他們現在還在用很多 比率大概有六成左右 他們現在逐步要提高了 我們這邊有很多數據 就是說政府都有很多KPI 我們這邊有其中一個數據 等一下會跟各位分享 它其實有一些成果 我們都把它整合在所謂的應用工具裡面 這些東西等一下各位可以去網路上看 我們都有放在Github上面去OpenSource 包含那些文件 放我們標點輔導工具 還有這個組程式 這是第一年 106年 第二年 剛剛有一個朋友在問我很多問題 他說 他覺得ODF在 它的可用性會比較高 其實我說這個可 可以是正確的 也可以說在某些條件下不太正確 那也就是為什麼有107年這個東西 我們都知道ODF只是一個文件格式的標準 然後ODF下面主要用的就是文件 文件試算表跟簡報檔 如果你是個人在用個人電腦端的東西 還可以 但是會有一個狀況 這個我們過去在園區最常遇到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謂的非理組織 或是中小企業會遇到這個問題 如果你家的電腦 或是你們家的系統 有一種東西叫ERP ERP 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或是有一個報表程式 那個報表每天 那個財務啊 RD啊 或是你的員工 每天都要去看的 我們有一個客戶叫惠康 你們不知道惠康是哪一家 Wilcom Wilcom 你們可能這邊就有了 他以前有個狀況 他公司一兩百個人 他想要換Open Office 很久以前的故事 但是他有個問題 因為他台灣的總公司 台灣的公司 這一百多個人 全部都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連到Oracle裡面去撈報表 一百多個人 那他當時是用聚集寫的 那你會想像說 他換到Open Office 會發生什麼事情 有沒有 你已經知道 已經有人笑得很開心的 對 都用VBA 對 大家想這是十年前 雖然十年後的現在 還是很這樣做 因為他是 他還滿奇怪 後面是Oracle 為什麼前面是VBA 他要這樣做我也沒辦法 但是他就有個限制 當他要換成我們的Open Office的時候 他整個公司不能動 然後時不時 他就只有那支程式可以用 沒有人會寫 沒有人會寫 對對對 所以 我們就做了一件事 就把它改成Star Basic 然後連到他的Oracle 做一樣的事情 當然 現在的角度來看 這個做法 不是那麼的OK 但是 在十年前 我們幫他解決 這個問題之後 他就全部換了 好 那 在近期有幾個問題 就是政府單位裡面 有很多的應用是什麼 報表 就是說他可能是用 那個Crystal Report 做出來的報表 他做出來的檔案是什麼 是DOCX 或者是Excel檔 可是在Excel檔 跟DOCX的檔案 會有一個奇怪的現象 就是你去 另存新檔的時候 它是HTML的格式 所以你用LeboOffice去開 他就不能開 他不能開 大概是網頁 你怎麼做 就是用微軟的東西去開 然後把它另存成 Excel檔 或者是DOCX檔 正常的Excel檔 或是DOCX檔 那會有一個問題 一樣這個狀況 就是每個人都要用這個報表 就變成在 國發會在第一年 在推這個應用工具的時候 他遇到一個問題 我的組織單位裡面 有三分之二的人 都要用這個報表 結果我的成效被這個整個打下 因為我想要做什麼 我單位裡面的人 都想要把Office的license減少 但是因為這幾張報表 他可能只佔他一天一件事情的量而已 就導致到他的Office的license 完全沒有辦法做減少 他還是要全部裝Office 所以在106年 在做到一半的時候 就一堆中央機關的單位 說你可不可以做一個工具 讓我可以把報表問題解決 所以從107年這個內容跑出來 那它是一個開放的API 各位去想像 雖然這跟今天的主題有點 有點 不是那麼相同的詛咒 但是我還是要講一下 這整個架構 那報表的部分 因為 以前我們做的報表怎麼做 我們做一個報表的飯粉 對不對 一個殼在那裡 你把它當成寫網頁好了 你把編書塞在報表裡面 然後你再去寫程式把它撈出來 再塞到這個報表裡面 對不對 所以你要匯幾件事情 你要匯寫程式 對不對 你要去裝那個API 應該說Library 然後你再去設計那個報表 然後這樣弄起來 一來一往一個報表的程式要多久 聽說一支報表通常要兩個禮拜 重寫喔 因為你設計報表那個工具 你要把那個 你要把那個 程式的方式 用程式的方式去畫出那個報表 滿累的嘛 後來有比較好的方式 但是那個要錢 所以兩難嘛 所以通常這種事情在 系統一開始建立的時候 就會要求廠商去做嘛 對不對 所以這沒什麼問題 一個100塊的案子 可能就包在裡面這樣子 一個報表就包在裡面 但是政府呢 這個畢竟施政 電子化政府已經大概快20年了 你就會發現 一堆系統 大概一個機關裡面 就有兩三百支這種報表 那你直接跟他說 我要換成ODF 請問你是老闆 你會怎樣 如果你是那個廠商 這個20年前做的東西 你叫我現在改成ODF會怎樣 以前是100塊裡面 我可以做嘛 100塊我做了嘛 現在是我沒錢 我沒有預算讓你做啊 那你會覺得你不想要做嘛 所以政府會有個問題 就是他要多花一筆錢 以前做一個 以前做一個系統100塊 我做了20個系統2000塊 那我還要另外撥一筆 比如說800塊出來 把這100個報表改掉 你會做嗎 只是為了要支援ODF 不可能嘛 因為預算有限嘛 所以我們 他就請國報會做一個工具 他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你不太用需要去管理原來那個報表的程式 你只要做ODF檔就好了 然後 在那個ODF檔裡面去設計一些你要的變數 比如說我這個要印時間 我這個要印這個品項的單項的東西 我可能要印列表的東西 我把它用O用原來那個應用工具設計好 就像畫一個表格一樣 然後那個變數有沒有 他都會塞那個變數 塞好之後呢 我把它丟到一台主機上 那個主機就是照OS 3.0的架構去做出來 所以他就會有一個報表的架構出來 你說這個API請你用什麼方式把檔案丟 把那個變數把那個資訊丟進來 全部照標準 那你的報表就做出來了 所以你原本不是塞那個Excel DOC的那個報表 他都有一個正列 至好會有一些正列值 你只要轉一下就好了 那個都有Library可以轉 轉一下丟到這個API ODF就做出來 那你完全不用重寫程式 我們有在那個中油做過實驗 他說一支程式有沒有 大概他一開始做的時候一個小時就搞定 換過來 他原來的東西又不懂 也不用重寫程式 原來的報表都是很痛苦 偶心立血 兩個禮拜 我們去宜蘭縣政府問過一個人 他說有那個薪資單 就是轉帳的 他公內一支程式用了兩個禮拜 好這是107 所以106我們解決的是文件格式的問題 107我們解決了系統的問題 108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108的案子 有沒有人可以知道為什麼 不過政府沒事去做個什麼 Nest Cloud加 加Collabor Online這個東西 幹嘛 為什麼 因為國發會是深附 我要幫他打廣告 國發會是深附一些創新應用的一個單位 一個機關 雖然大家都不怎麼認為 可是他發現 ODF這件事情 跟現在的這個所謂的雲端 跟所謂的大數據這種東西 完全接不上關係 他在講那個Open Data的時候多High你知道嗎 講到ODF就忍掉 因為Open Data這件事情是非常有關注性 就是產業都很關注Open Data 那同樣的東西叫Open ODF ODF這件事情就是他就形容 如果Open Data是在發射火箭 ODF這件事情就好像在蓋地下水道那種 基礎建設那種 那種默默在做的基礎建設 所以他把它定位成基礎建設 你去到網頁上看就是這樣子 但是他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 如果你要讓它更多人使用的話 那你必須要有亮點 他們最喜歡講亮點 就是雲端 他認為這個東西跟雲端有關係 那實際上我們也一開始 我們也覺得這個亮點 這兩個字會有一點目的性 但是我們後來發現 他其實解決一個問題 政府在推ODF的時候 有個東西沒辦法解決 就是你現在手機拿出來 沒有一套軟體可以編ODF 對不對 但是可以讀啊 不要誤會啊 還是可以讀 有個叫那個 那個 ODF什麼 Reader 可以讀 就是跨平台都可以用 但是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有人想要在上面去編一個檔案 我也不太知道 大概還是要編 因為他至少要寫個註解 批個東西這樣子 所以才會有這個東西 因為 我們可以 在手機上不用裝APP 直接編輯 OK 那目前 這個 這個可以看看就好 目前這個 示範機關有這三個 那這兩家 這三家我們都裝了 OK 我們可以看一下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 中間我們這一段我們就跳過好不好 跳過 後面還有一些東西給大家看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因為 剛剛一開始就看到大家在用那個 Google Docs在編 所以其實各位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其實這個 這一張表裡面 只有一個重點而已 各位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 它都第一行 ODF格式支援 好 有一個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順便接到另外一個話題 因為現在這個online 它沒有辦法從內業補 所以我們現在在修這個問題 好 好 選一幕 第一行 Google的這個方案 它對ODF格式支援是部分 它是支援的沒錯 但是各位去做一個實驗 如果你把那個中華電信的那個 那個什麼 其實很多人在這樣做 中華電信不是說那個ADS 還是光是帶的那個 申請表 你把它丟上去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對於LibreOffice呢 發生跑板的事情 就叉叉叉一直罵一直罵 但是對於Google大可完全就是寬容 一樣的事情一樣的結果 大家都對Google大可非常的寬容 但是對LibreOffice說 這什麼爛東西啊 這能用嗎 你各位去看喔 中華機關有一些單位 不知道它怎麼用的 它那個文件丟在網路上 然後用Google大可開 能看嗎 各位不興趣做 去試試看 各位一定是download回去嘛 對不對 那現在都是雲端 大家一定會在什麼 一個雲端的平台去開 你去開那些文件你就知道了 跟你講ODF咧 我給你ODF就不錯啦 相容性好 不可能 但是在開源ODF編輯方案裡面呢 它是完整支援的 為什麼 等一下會有一個架構圖給大家看 會不會太深我不曉得 但是看一下就好了 好 那微軟格式的支援呢 有 聽說現在可以直接編DOCX Excel S 就可以啦 可以直接把 它還是會跑板啊 還是會跑啊 那這個應用工 這個 這個微軟格式也是 在國發會的案子裡面 它是前 它的後端是跟106年的計畫是相通 也就是說 我106年做的東西 到107年來 不會就 完全就是兩碼子吃 它是一樣的成果 繼續延續下來 好 那手機網頁編輯呢 在Google的部分是什麼 是 它要裝一個APP嘛 然後當你要編輯的時候 它是幫你丟到雲端去轉換 好 對不對 那為什麼不做 手機網頁的編輯 它是有的 這是手機網頁 為什麼 手機的網頁不裝APP喔 就是直接RWD進去編 就完全沒有那個手機APP Google是沒有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它不做 可能是開發限制比較大 那專用APP的部分 這邊要 Google就有了 所以你一定會裝Google Doc那三套 對不對 然後你當你開一個檔案的時候 你是透過這個APP 把檔案傳到Google Doc去轉換 好 那這邊是無的意思是說什麼 現在沒有 其實說應該是有 但是後來被關掉了 Nest Cloud有一個APP 大家 就是在你的手機可以裝一個APP 好 那它在某一個版本 大概一個月前的版本 是可以直接編Online的檔案 後來它因為一個因素 說什麼 security fix 就把它關掉了 我家有一支iPhone5 我今天沒有帶來 它那個版本是一個月前 是可以編的 就是我可以在iPhone5上面 透過Nest Cloud的APP 去編一個Office檔案 而且不用轉檔 直接編ODF檔案 好 那多人編輯呢 歷程啊 分享期限 這個都有做 好 當然唯一最後一個沒有 我不知道 這現在有沒有那個 GCP的專家 外掛空間 GCP有支援嗎 我其實不知道 應該是沒有 在我寫這個表的時候 是沒有的 所以 你說 Google Doc能做的 基本上 Nest Cloud加 這個Online的Solution 都做得到 它差別在哪裡 一個可以放在你加 一個不能 那當然Google的方案 它持續在進步 持續在進步 所以 你也不需要去做任何的 這個管理 但是 我們在講說 如果你今天你的工 你的單位 你比較注重的是 那些應用可不可以有辦法 有自己掌握的 那我們是建議你自己去考慮 用Nest Cloud這樣的一個方案 那其實以前有另外一套 那今天的主題就是 Nest Cloud 那 接下來到這個 這個我就跳過 輔導措施我就跳過 那 早上有人可能在 Demo的時候 有問到好像 類似的問題 那這邊有一個使用規模的建議 使用規模的建議 那我們在用這個 各位知道我現在後面這台主機 我們有分 Nest Cloud的主機 Nest Cloud 後面的Storage 是FreeNAS 那昨天聽說 傑森有來講 對不對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講FreeNAS 那我們那個 後端就是FreeNAS 跑ZFS 然後用那個 NFS掛載 到前面的 Nest Cloud 對不對 那我的那個 那個 Online的主機 Online的主機 也是跑在一個叫PVE的服務上面 就是虛擬主機 如果你是用VMware的話 可能就要面臨很規的情況 我是跑在一台叫PVE的服務上面 它也是跑ZFS 那各位猜 我現在這台的規格是多少 就是Online那台規格 我跑那個Code 我們講Code 我的規格是2GB的記憶體 50GB的硬碟空間 為什麼50GB 因為我要容納一些Cash 然後呢 雙核的樣子 四核 我最近做了一些效能調教 跑四核 這樣可以 我們公司10個人 這樣用 就這樣用 它是可以用的 你不會覺得說很奇怪嗎 因為通常你要用文件的時候 你要用這種方案的文件 一定是什麼 像我今天就幹了一件事 我在那邊 我不是坐在那邊做一個上映 我在那邊編簡報 我就有另外一個人在看我編的簡報 就說我把一個東西的畫面傳回去 我就說 這個有什麼問題 他們也會連上來看 就這樣 其實這個應用的範圍很多 我剛剛講這應用範圍 在政府單位是不存在 就是說 你在編這個文件 然後 大家共編 現在用Google的方案 大家都是 就是我們很多人在一個 同樣一份文件上去編輯 據說這個方案 在國發會內部 是完全被推翻的 為什麼 因為政府 公務機關的人員 沒有這種編輯機關 一定全部都叫那個人編 最後那個承辦能夠 會總就好啦 對不對 所以不可能 但他們想到一個情境 什麼情境 就是你每個人編的歷程 我都看得到 還是那個人整理 但是人是誰殺的都知道 是哪一個人寫這一段出來的 他都有紀錄 他們要做這件事情 還是有一個人會整 那還有另外一個情境是什麼 他們好像有很多匯報單 以前是怎樣 我今天傳給這個人 這個人匯報完之後 再傳給那個人 傳給那個人 最後都傳傳傳傳傳傳 不知道傳在誰那邊去 他們今天不用 就一個連結給大家 全部都是上去填 就那個連結就好了 所有人去填自己的東西 他們在想這些東西 怎麼樣讓這個東西 融入到政府機關的使用情境 目前有這幾個機關人在想 這是一個建議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客戶 是做鞋子的 他們的資訊廠商是在 他們的IT 有一些人在越南 他們現在會怕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用途還滿特別 各位可以去參考一下 因為我講的是實際的案例 前一陣子不是有那個 勒索病毒 那勒索病毒最常用什麼樣幾種 型態去擴散 我們最常見的兩個東西 對 有人說Samba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是什麼 E-mail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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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常有啊 E-mail是什麼 複件嘛 當然現在的 大家現在都用Google了 Google都會幫你擋 但是在日本好像 嘿 是 現在在日本還有另外一種應用 好我們剛才講Samba 那這間客戶 他就是他要把Samba拿掉 那拿掉之後他就用Nest Canal去做 他以前是On Canal 那最近他要升到Nest Canal來 那Nest Canal放上去之後 就有一個問題 那個文件他沒有辦法在這個環境裡面開 他一定要Download下來 那Download下來到遇到一個問題 他一定要買Office 所以他就突然想到 他去找了三家 第一家好像叫owning office 這個應該 他也是open source的專案 可以用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一般傳統的JavaScript 的那種 因為共編這個行為在十幾年 在有網路時候就出現 然後我們只是 以前的那個開發者 都是使做一個比較簡單的 這個文件格式來編輯 他只是共編 他去找了這種方案 就是onodf.js 好第三個方案是什麼 LibreOffice Online 他三個都用過 他發現LibreOffice的相同性追 所以他就找到 聽說是某一個客戶介紹我們給他的 然後就直接用 他們用到現在第三年 就繼續用 那就避免掉他 直接開Office檔案的問題 那你說他們是不是 不是全部集團都來用 對 他們是限制某一些環境 IT人員 不需要Office就全部用 聽說三四百個人 在用這個東西 而且是跨國在用 好 那這個以上 是一些前面的說明 就是說為什麼 有一些人 或是說最近 Nexcloud這件事情 開始有些人在關注 他不是說 所謂的主要的那個什麼 資訊 資訊什麼 自主性或是什麼 他反而是從安全性來看 去決定 讓他們決定用這個東西 OK 到這邊可以嗎 好 那 給各位 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 我這邊是有 各位手邊有沒有手機 問那個白癡的問題 有把握手機 然後我做個調查 蘋果手機的可不可以舉起來 我們蘋果手機的人不多 蘋果電腦的呢 我看一半都是蘋果電腦 好啦 各位 如果你有蘋果手機的話 我跟你們兩個連結 但我不是打 我不是那個 我要澄清 我不是要踢原廠的管 是說我要強調一個點 因為剛剛有一個 就是這位朋友一直在問我很多問題 我想說我一次回應 因為很多人就說 Open Source很好用 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大力的推Open Source 沒錯 我們要推Open Source 但是我們其實不要忽略一個點 就是 你要用Open Source 你要有本事去處理它的問題 除非你可以掌握它 不然不要隨便用 因為很多人都會 很多朋友 其實大家很熱心在推展Open Source 這件事情 但是 如果你沒有辦法處理掉它的問題 或是你沒有資源 你自己不能處理沒關係 你找到一個可以啊啊的朋友 叫它幫你處理 那也是個方法 但是你不要說完全不會用 然後你 你用Open Source的東西 那很可怕 那是另外一個災難的開始 所以 我們的宗旨是 我們處理完 我們是提供客戶Open Source的方案 但是那些方案是我們可以 協助它解決問題的 好各位 我這邊有一個 測試的資訊 好 現在這個版本是 成星科技的版本 那它之後會變成 國發會的版本 Open Source 時間是什麼時候呢 時間 最晚 12月10號以前一定要搞定 因為什麼 因為電力啊 專案電力啊 因為我們那天要驗收嘛 所以我們有時間點 好 Hotel Office當然來 同樣的功能 全部Open Source 包含 手冊 Source Call Binary 這邊有沒有錄影 錄影 應該都有啦 都有Open Source 那我們會持續的做一件事情 這些成果 我們會把它 回到那個 Mainstream上面去 其實Collabor官方 做了非常多事情 不是我們只是在享用它的成果 好 這是一個 好 這個是 Collabor官方的版本 它目前這是最新版 4.0.7 也就是各位剛剛在 協位 有申請的話 也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我的環境是 可能是比較新的硬體 好 各位 你不要 我講說比較新的硬體 那個硬體才4萬多塊而已 4萬多塊 上面跑10幾個東西 可以做這樣的應用也不錯 那它的連結 這邊有一個demo 好 跑起來就不太一樣 這邊有一個demo 這個後面是tested的 就是官方 那我都各開三個帳號給你們 你們可以馬上 我等一下會demo一次 我等一下會demo一次 各位去照一下 然後 如果你有手機可以直接連就連 你可以用Safari 你可以用Chrome 或Firefox 那特別 如果你的手機是iOS的朋友 我不敢說現在很好用 但是它現在應該是可以編輯 好 大家去比較一下 照到之後我就往下繼續講 因為 我們等一下還有一個 我會安裝那個系統給各位看 其實 整個系統裝起來不是那麼困難 手冊都寫得很清楚 我們那個手冊寫去給人家看 它是照那個手冊寫 它只是不會一件事情 再多的它不會 手冊沒寫 它就沒有辦法去看 OK 那我畫面先切回來 好 那我demo一定是demo公司的 OK 它其實有幾個重點 因為我們在講 這個編輯器有沒有 這個編輯器它看起來 叫我跟它進去 它看起來以後會越來越像 很極端的東西 我們現在看起來還是 好像web端的東西對不對 那它有一個功能 就是說如果你把它放到全螢幕的時候 它就看起來好像是一個桌面端的軟體 目前 那當時的時間 因為我們現在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的功能去做一個補強 就是讓它跟這個 越來越像 我們去 我們一開始做這個事情 就是讓 web端的畫面 跟 client端的畫面是越來越像 那各位就會 好像想到一件事情 Office 365跟Office 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好 我們去做一個動作 然後 這個是未來的開發計畫 理論上是第四季多到明年 你就會有這個商業的版本 就是說 以後你不需要這個Nesk 你就是在電腦上面 裝一個小小的軟體 你的Office就運作在Serve上 你不需要裝任何的Office 那Serve段 就是全部都同意 由Serve段的SI工程去更新 當然這是另外的事情 好 我們一樣回到這個畫面 登出 好 各位可以看 我現在是用demo的這個網址 你登錄之後其實在做編輯 編輯我都不講 編輯你就是跟 client端去比 你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分享 就是共編 所以我現在 登進去之後 我做一件事情 1 2 3嘛 那 咦 各位有看到 喔 這邊有一個已分享 已分享嘛 那我把它打開 我現在是怎樣呢 這個已分享是用一個link 我把它拿掉 它的分享有兩種 它的分享有兩種 第一種是跟站內的人分享 那第二種是外部的人 那通常都會用這種外部的分享 比如說 我把它的分享移掉 好 現在是沒有分享的喔 1 2 3 我只要加 加按下去就有了 這個分享的連結已經建立 然後接下來這些東西是什麼 一些細節 就允許 你登錄的時候可以編輯 允許它下載 因為有時候 這個東西就很好用啦 就是說 如果我是一個網站要公佈的檔案 我不想要讓人家在那邊編輯 我就用這個方式 讓它看 那允許編輯就是說 你可以直接編 那允許下載就是 你檔案可以抓回去 那我們直接看預設的結果 就是你可以複製這個連結 我想請問一下 Google的那一個 它有分類 比如說它可以建立 有這個連結 才可以看 所以編輯還可以 comment 那我不知道說 Colabra沒有 Colabra有三個模式 一個叫Editor 一個叫Read-Only 一個叫View 它目前切的全線 我不知道它官方內部怎麼開發 但是它這三個全線 就做到有點類似 你剛剛講的那個東西 但是它沒有辦法怎樣 就是說我們自己本身是有做到說 如果你是Editor 就是全部編輯 但是Google可以做得很細的就是 這個人可以編 只能看不能編 它可以立即是切換 它可以做到這個 它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但是Colabra它只能做到 它目前的官方的版本 我不知道它的商用版本有沒有 它只能做到說 如果我是在Editor模式下 我是全編 我是在View的模式下 我可以列印 我可以搜尋 我可以複製內容 但是我沒有辦法改 改那個文件 但是在Read-Only下面呢 你就只能看 它可以做到這些 它是切這三個模式 那你說可不可以把它做到更細 可以 可以的 因為我們做過一件事 就是你在Editor 你在那個View的模式下 你可以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可以看文件的內容 你不能編文件的內容 對不對 但是那個註解你可以編 很多人看文件就是 我在批改 我在批改 但是我不要去改那個文件本身的內容 我只要在上面旁邊做註解 它有這個需求 那有些人是說 我可不可以把它下載回去 如果我有Key 我可以下載回去 因為我的載具有那個加密的 可以開 如果我沒有Key 我只是來View 我不能下載回去 類似這種很多應用 這個東西都是目前 在開放 開源的方案裡面比較缺乏 商用裡面很多 所以慢慢很多客戶在問這些solution 是不是有這些對應的方案 然後這個分享連結 Copy下來之後 我給各位一個 各位如果用手機 你去照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去看到這個文件的內容 所以它其實 就是某種程度來說 它跟Google是很像 很像 那我特別先消毒一下 平板可能不太行 尤其是蘋果 它可能可以讀 可以讀 不能別人覺得 我現在只有圍讀喔 我現在只有圍讀喔 所以我這樣貼上 各位我就是這樣就可以讀取 那我今天 我現在請各位測試 手機上你可不可以完整的讀到這個內容 應該都可以吧 不管你是平板或是手機或是電腦 你只要這個連結 可以嗎 都可以嗎 那這個版本我們還沒有放到這個修改的內容 上禮拜有一個 有一個開發的 應該是partner吧 就是說 它要看到那個最後存取的時間 所以在那個123的那個檔名後面 就加了一個最後存取的時間 那還可以做一個應用 我這個版本 我這個檔案有多少的版本 它可以看 好 我這邊只做一個很簡單的demo 那 我再做一個demo 我就會進到下一個階段 這邊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人要直接問問題 好那我們接下來往下看 開太多了 這是第一種 那第二種是什麼 站內的 我們剛剛不是有開了 在這個裡面是odfuser123嗎 對不對 那我現在這個是admin喔 admin喔 那我現在把這個文件分享出來 它的方法就是這樣 在這右邊 點這個odfuser1 odfuser2 那剛剛有一個 有一個我早上才見的 ok 然後再點進去 全部都可以編輯 然後我進去看各位 有沒有人在用 那個 好你看我現在有三位了 這是可能剛剛用圍讀的連結進來 如果各位 你現在是登錄剛剛這個demo的odfuser1-3 其中一個 你點進來 你會看到你自己有個123的文件 四位了喔 四位了喔 都是圍讀 有沒有人用其中一個帳號登進去 然後你在旁邊隨便打幾個字 其實大家應用就是這樣 或者是你現在正在圍讀 或者是你現在正在圍讀 我直接改你就看得到了 OK 還沒有人登進來嗎 你可以用電腦比較簡單 因為手機有時候要打比較久 可以嗎 書上它的用途喔 你如果只是單純看editor 它就是一個很單純的office 很單純的office 甚至google 或者是像 聽說桌box現在也有做啦 也有做類似的功能 但是可能是商業版 但是如果你把它用在別的用途 我們等一下還 如果有機會的話 還可以再分享 其他不管是開源的 或者是一般的用途 好 可以嗎 好 到這邊應該很簡單 我已經看到好幾位朋友進來了 那我們實際上有做過哪些事情呢 我直接把資訊叫出來看 好 這是 某一個 版本的 內容 好 為什麼要講這個檔案 我剛剛不是說 大概年底的時候 最慢 我們會釋出所謂的開源版 當然你可以選用Colabra版本沒問題 如果覺得官方的版本比較好的話 其實我們幾乎每一天都有 Patch 固定每一週更新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是從5月開始的 5月22 5月31 6月6號 我們一直在做這些調整 每一週都有這些Patch 18 28 最後大部分最後都是開源 而且回到官方 因為官方它重視的是後端的穩定性 效能 還有一些比較大的架構的那種支援度 那我們會Focus在哪裡 第一個就是相容 就是用起來的感受 第二個是什麼一些應用 因為我們畢竟不像他們有 這麼完整的開發能力 所以你看我們每一個禮拜都會 做出一些調整 那如果release之後呢 它應該算是比較活躍的開源 我們自己的開源專案 那最新一版是9月19 聽說早上又有更新 因為我有講了兩句話又更新 我們在用的時候就會希望說 User就是用上去之後有什麼 我覺得現在都是內部 我用了覺得有什麼不對 因為我算是應用工具的重度使用者 我就會覺得說有些東西你必須要支援 我就會請他放上去 OK 好 那接下來要講什麼呢 我們不能把官方就落在旁邊 其實官方它有很活躍的開發紀錄 各位如果你是用官版的話 這個collabor code 你如果是用官版的話 它旁邊這有兩個 這個有一個關於有沒有 說明 我不知道現場有沒有開發者 說明關於 他們其實把他們的版本的release的紀錄 都很完整的放在網路上 你看這個有個4.0.7 你點進去看 它就會對應到這個gitlab 就是它的github上面去 它就很多的紀錄都在上面 那它後端用的是它collabor的office OK 所以對他們來說 他們真正完全在做open source的事情 那 接下來我們要講到一件事 就是我們剛剛有 講到一個架構的部分 我就要把這一份再打開 跟各位再講一次 三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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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裝那個collabor code 的那個 的那個 那個APP 那是他們實驗性的軟體 因為它的架構應該是 跟online一樣 然後它是做在local端的 就是說我把一台server的東西 放在APP裡面 好 我順便講這個好了 因為你剛好問的這個東西 跟這個有關 好 我就 直接講 好 官方拿出來的東西叫collabor collabor online 他們官方商業版本叫cool 但是如果叫co.d就是開發者社群版 然後它後面是跑它自己的office 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用了電腦上面那個就是 LibreOffice 對不對 放在linux上面就是 它的backend 所以它是後端整個就是一個完整的office 它上面做了一件事情 它用這個LibreOffice kit去做一些連接 然後再用那個 poco這個library 是實作一個 一個demon吧 還是什麼的 應該是一個demon 去用這個kit跟後端溝通 這個demon在做什麼事呢 網路上有來的指令 它用這個吸引員跟後端去要 所以它可以做到一件事情 很多人來的指令 它可以分開執行 以前那個office 一開始我不是說2012年做的那個版本 它是整個那個桌面端 投射到網頁上 所以一個人只能開一個檔案 就是一個連線 它只能處理一個連線 然後就很慢 因為整個那個web端的 整個那個桌面端的畫面 投到網路上 Loading會很重 它現在用這個poco 它就是專門在 它是一個開源的東西 開源的library的專案 它在實作是什麼 它在實作是什麼 網路 用C++去實作網路的一些指令 所以它可以連到Colibro 去控制它 那前端用什麼 用這個前端的 這個node.js的一個平台 這個成果是用node.js去寫的 去跟它溝通 就是前端的東西 中間透過web socket做連線 那它可以跟next cloud on cloud 去做什麼 透過這個協定 這個WAPI的協定 去做溝通 各位有沒有人知道WAPI是什麼 WAPI有一個東西 非常有名在用 是SharePoint Microsoft的SharePoint 所以它是為人訂的 可是呢 很抱歉 它有很完整的標準 所以透過在next cloud 各位 我不知道你們今天早上有沒有 裝一個軟體 叫reach document 有沒有裝 next cloud本身不支援WAPI 它只支援web DAV 預設 對不對 它透過裝那個reached document 這個東西 reached document 去實作WAPI的協定 讓next cloud 可以跟online做溝通 所以你在部署的時候 等一下我們會花一點時間做部署 給各位看一下 那on cloud跟next cloud 基本上是 師兄弟 師兄弟的關係 所以一開始是從on cloud來的 後來就一樣的東西 在它的平台也可以用 ok 然後去做溝通 那剛剛有人問啊 有人問啊 那個collabor那個APP有沒有 剛剛有人拿那個手機在裝 對不對 其實那個collabor很厲害 他就開始去想一件事情 我有沒有辦法做一件事情 就是一個架構 可以在server上跑 又可以在手機上跑 好 都在這邊啊 這全部都open source 他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以後的online有沒有 他那個APP會一直更新 他一個程式碼的架構 他build出來可以buildlinux版 他也可以buildiOS版 只不過是裝一個APP 一個架構裝在這邊 然後他不透過WAPI去做溝通 他有兩 這個online本身有兩種模式 一個是透過WAPI拿檔案 另外一個方式是什麼 localhost的檔案也可以編 所以 國外的開發者 有時候在開發一個東西的時候 他會一次 一魚想多吃 他會一魚想多吃 他滿厲害的 那個要考慮很多東西 對 所以你用右邊這個東西 把它包在一個APP 所以你在手機上 APP去後端 這邊去撈到資料之後 在前端追求 你是說手機上嗎 對 他是全部東西包在一個APP 跟他的手機要檔案 所有東西不透過網路 對 他在手機上是幹這件事情 但是假如我們在localhost 我們在手機看的話 其實我們這一個的前端 就是右邊那四個東西 對 對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web端的東西 有沒有 你現在看到的介面 是透過你的browser 去跟後端的檔 要那個畫面出來 檔案還是在 檔案還是在那個 就是這個server上 你那個手 我剛才講是畫面 有一個東西叫open open street map 一個專案 開放地圖 它上面有一個專案 一個圓件叫TILE 這邊就用它 所以你看到那個文件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做到 那個滑順的功能 你會看到是一格一格產生出來 那個就是地圖系 他畫這個東西出來 所以是這個 會不會講得太detail OK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剛剛有人說蘋果 蘋果為什麼它看起來 就比較不順 因為它現在還在做 還在調整 它還不是最穩定的版本 它就是應該 以前有一個專案叫做 LibreOffice for Android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如果各位是手機的 手機是Android的話 你去打LibreOffice 在Google 還有嘛 它就是pending了 就沒有再更新 同一家公司做的 因為有個問題就是 它當時應該是 它在做那個 這個APP的時候有沒有 在iOS上卡住 為什麼沒有上面的版本 沒有iOS的LibreOffice 但是現在它在iOS上 用這個方式去做 代表是什麼 我們在猜啦 後面不知道有沒有間諜 可以講一下 就是說 它就是要做一個跨平台的APP 它只是先從iOS做 因為現在手機上 我剛開始就講了 你要去編輯ODF的軟體 純粹ODF的軟體是沒有的 大部分的都是轉成 比如說你是用Google 對不對 它號稱它可以編輯 它是丟到Server上轉成 Google的格式再繼續編 編完之後看你要存成什麼格式 這是一種 據說我們有試過 WPS也可以 但是WPS呢 愛緊 你要先買 你才可以用它的雲端服務 OK 到這邊 大概可以理解 所以我們有幾個元件跟後面有關 我們要裝了一個東西叫 這個後端的Office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附在這個軟體裡面的 我們要裝一個online online要分這兩個元件 然後我們要裝一個NestCloud 然後我們要讓NestCloud支援WAPI 所以我們有幾個東西要處理 我們如果要建立一個跟我一模一樣的服務 就是我們早上講的 早上進行到NestCloud嘛 所以我們前面裝了NestCloud 對不對 那後面要裝什麼 這一狗票東西 各位開始覺得有點可怕對不對 但是 Collabor已經把你東西都包好了 很簡單 然後我們現在就開始做 當然我是先用 你們想要先 你們想要看的是 以後你摸得到的還是 就是應用工具 就是我們那個國發會的版本 還是要看Collabor的版本 差別在哪裡是不是 兩個都想要 那你可以先裝Collabor 馬上拿得到 因為它也是開源 剛剛有朋友問說 差在哪裡 第一個 差在後端 我剛剛不是講說 我的後端是用 國發會106年的那個計畫 再延續下來的嗎 那我一開始不是講說 ODF的文件格式 就是當你用 當你用LibreOffice去開 那個DOC檔 不是會有那些問題嗎 一樣的東西 它處理掉了 所以我是不鼓勵這樣子 就是說 不過我們在國發會的版本 會幹這件事情 就是它用這個online有沒有 我不讓你編DOC檔 就是你傳上去之後 就自己把你轉成ODF檔 然後你只能編那個ODF檔 你要用這個服務 就只能用ODF 所以我會做一件事情 檔案從 可能那一段傳上去之後 它會給你一個副本 那個副本是ODF格式 你就用那個去編 那個DOC永遠圍堵 雖然這個是不太道德的方式 不過既然你已經規定要用ODF了 我可以讓你讀 但是你不要去編 所以轉過去之後的問題 會少很多之外 我們還有加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中文字型 一個是中文字型 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 後台管理工具 因為我們在更新的時候很累 要下那個指令 我現在一個包上去 就有點像那個 無線基地台有沒有 你給它一個tubo 它就更新了 我們不要讓 因為以後釋出的是普羅大眾 很多人都不太會linux的管理 那我們就用這個方式 讓它簡單 NetCloud也是這樣的方式 所以它會有那個後台更新的方式 所以大略上插在這邊 那實際上插在哪裡呢 就是這個 幾百個page不一樣 但是我沒有辦法一個個講 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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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用web socket 它去下指令給它 我們是透過browser 比如說我要插入一個字串 我是從這個網頁上面給它一個網路的指令 下下去 透過web socket 我要一個插入字串的指令 它去跟後盾溝通 這個我們會再修改 後來有改一版 這個還是舊的 好 到目前為止都很理論 所以我接下來就直接實作 各位看就好了好不好 因為我發現有文件就ok了 大家應該回去再try一次就好 我直接給各位看 其實部署上並沒有那麼困難 並沒有那麼困難 所以我剛才問說你是要看collabor的還是要看ndco 第二部web 還是說你可以把這個國發會的不要的意思 就給我們看 缺了一個搭配的 來來來可以看 部署 這個先不要好 因為也快了 也快了 我第一版已經交出去了 因為我們都 有些時候還是要小心一下 會怕造成誤解 這最近的更新版 其實它所有的安裝的模式 看一下大綱 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品牌的迷思 就是有些很堅持要用ubuntu或是debian 我們公司以前都是用sandOS 所以這一份文件是sandOS 當然之後會有ubuntu的 這沒問題 釋出的時候會有ubuntu的deb版 其實裝起來都差不多 以官方來說他們已經很簡單 這一份文件裡面 就是裝系統 到裝我們的online 到裝Nesk號 名字都不太一樣 然後有一個部署SSL 這個東西都寫了 其實再複雜一點 還有reverse policy的設定 多主機部署 甚至一些細節 所謂的設定檔 我想今天這個場域不太適合搶那麼多 如果你有需要 如果有進階的需求 我們在私底下聯絡 那 如果今天只是一個體驗 大家只是一個初心者 或是你剛接觸到這個東西的 我們就做一個簡單的demo好不好 當你知道說從無到有 裝起來是怎麼回事 至少到這邊 我覺得是還可以的 好不好 好 請教一下 今天用到 Morella DB對不對 對 那個是為 的工作 那是跟Nesk號的 那個啊 Nesk號的要管理那些資訊的用 你一般來說 demo都是SQLite 但是你 2000個人在上面用的時候 你用SQLite會是一個悲劇 好 好 那我直接 用VirtualBox 那我們現在用的這個版本 那個開機我都不設定 我不講了齁 我用的是目前SandOS 第二星的SandOS 7.6 我裝的時候不會有桌面環境 我裝的時候不會有桌面環境 好 Enter 理論上它很快就可以裝完 我剛才忘記設定一件事 就是我的那個網路卡有沒有 你知道嗎 我忘記設定成 Bridge模式 所以等一下開完機之後 什麼 鎖掉了是不是 好 那這樣我們還要裝嗎 好可以先裝啦 先裝 好 好 也沒關係 先試試看 先讓它更新完 那我通常啦 我都用中文環境 為什麼 當然有些人覺得說 server好像沒差 但是會有一個地方有差 就是那個time room 時區會有一點差別 好 那官方有個問題 我們到時候會回報 就是 它那個 插入時間的這個功能 在Calc不是常會插入時間嗎 它吃的永遠不是台灣的本地時間 它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後來我們有修改 那我們裝的時候呢 剩頭會是稍微比較多的步驟 Debian好像 你去裝那個server板一下就裝起來 它好像什麼東西就幫你裝好了 那我個人比較不太喜歡 什麼事情都不知道就裝下去 所以我都會用這個方式 第一個 預設值 這到時候手車會給各位 最小化安裝 我都用最小化安裝 然後我的系統有沒有 裡面有一個 現在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分割硬碟 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喔 我要自行分配嘛 那這邊的分割 它預設會用LVM LVM有點討厭 我們個人 因為online這件事情 掛了重做就好了 因為它不試射你資料 你資料是在Next Cloud那邊 所以Next Cloud那邊要很注意它的磁碟的規劃 但是online只要裝一台 要掛掉一台 你換另外一台就好了 它很簡單 它只是一個編輯器 所以裡面的資料一點都不重要 只有設定檔 要重新恢復 所以我通常不會對它做什麼調整 就是你用標準的分割 然後一個swap很簡單 swap給它一個 我們叫4096 基本上你有沒有給 沒差了 好 第一個swap 第二個 一個root就好了 好 那記得我們最好是用 那個EXT4 就這樣 分割完了 然後各位就問說 為什麼你不要分什麼boot 一個理由 第一個 它其實很簡單 我剛才講它的服務很簡單 起來 能用就用 不行就重灌一台 所以在有一些機關的運用是什麼 它灌了三台 對不對 灌了兩台 一台掛直接另外一台起來就好 因為它就只是一個編輯器 你把它當成一個 隨時在那邊等服務的一個東西 好 以前用過DAC 但是跟各位報告 DAC直接有點肥 就是因為後面是一個完整的office DAC通常是微服務 微型服務 比較建議你用VEM的方式 比較建議你用VEM的方式 當然我們有 我們做了一個DAC要2G 我說那個要起來很可怕 至少要2G 官方也有 官方有 那個image 那個DAC的image 通常我們那個DAC都是比較輕量的服務 還有一個office就1G了 光一個office 那我們也有去想要研究那個 因為有些朋友是用那個LSC 然後因為它是運作在PVE上面 那個虛擬機環境上面 它有管理工具 也有可能 DAC會比較後面考慮 很早以前做過 然後我先用它的 裡面的網路好了 好不好 是DHCP 先不管它 OX OL 套用 這樣子就好了 那通常我會這樣子 Sendal S 有一個很討厭的地方 你一開始沒有給它指定 它一開始網路不給你起來 就是你在這個一般有沒有 沒有 你要讓它可以連線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VirtualBox有個Bug 它現在不給我點 所以我只好用Tap 鍵切 看得到嗎 我用Tap 鍵來切 完成 它就裝了 那Root 密碼 Sendal S 也有一個很討厭的地方 它一開始就是給你用Root登錄 就比較簡單 好 那就這樣子 那這個User你要不要建立呢 官方通常都會建議你建一個User 就是用SU2去做一些指令的切換 所以我們都會建 這一台主機整個裝完大概1G吧 基本系統裝起來1G 我剛剛是分了 我剛剛一開始早上用的是16G的系統 如果你的單位的那個人數沒有超過100個 100個 我建議你大概割個15G就夠了 15G就夠了 如果你的單位 兩三百個以上 用的常常都貼圖的 那你割個那個50G差不多夠了 它有一個原理 它的檔案它會用cache的概念去 加快它的存取速度 所以它每個檔案都會去建一個cache 放在它某個目錄裡面 但是它一個禮拜去清一次 我們有設定 就是clean掉 固定一個禮拜clean掉 官方好像沒有 所以以前我們有一個版本 是2.0的版本 我客戶用一用用一用就說 我怎麼硬碟炸掉 它有這個問題 所以各位如果你是用國發會的版本 沒有這個問題 如果你去官方用了collabor的版本 那就要注意如果它掛掉的時候 就是大概那個硬碟已經滿了 那我在趁它在安裝的時候 它已經在裝Kernol很快 那一個 你比如說這檔案 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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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系統裡面 對 在系統裡面 會本裡面的cache是 可能就是 紀錄它這次登錄的時間寫的 但是它本身文件它有一個cache 就是那個 很像圖片 PNG檔 套一堆在裡面 我想要跳出來 如果你們 圖 它是很多圖 小圖 它是用地圖系統 因為你編輯文件不是要有一個 游標 選取 然後放大縮小 然後定位 對 它有很多小圖 所以我們OpenStreetMap 那個計畫的東西被拿來用 叫TIOE那個東西 這個系統 是整個OpenSource的 它的那個計畫都引直過來 它是很多東西這樣拼起來的 那趁它還在裝 我剛剛裝的是系統 其實如果你 各位等一下選 我們應該是會demo那個 Colabra的 各位這個網址 記一下吧 你們回去可以看 如果各位還有興趣再去裝的話 Colabra這個 它上面有那個 code的那個部署的指令 它有Debian的版本 有 有那個 CentOS的版本 有Dark的版本 有Dark的版本 那Linux的套件 就是RPM類型 好像有多一個suset suset我記得好像是RPM類型 那也有CentOS 它基本上就是一行指令就搞定 很簡單 各位可以寫一下 反正今天 這些東西回去你們還是可以繼續研究 那各位如果還有興趣就是 就是剛剛我那個Facebook連結 幫我記一下 還可以再做一些交流 可以嗎 這看得到嗎 對它都有 還有Dark 指令都有 所以它算是做得很完整 好 你看 裝完了 我們剛才裝到現在大概20分鐘 好 先重開機 我記得好像Ubuntu 裝更快 但是如果你裝桌面的 就會稍微久一點 好 你看 好了 開機 我現在不太確定它網路可不可以通 我現在不太確定它網路可不可以通 開玩機了 所以你的系統已經裝完了 那接下來就是手冊上會講 我就很快速的跟各位說 第一個 Login 直接本機 因為我這是本機的 直接虛擬化本機 我就是懶得用 一般user 不然一般user 你就是切進去之後 再SU進去 也是可以 第一件事情 我通常都要先講一下 我第一件事情先關防火牆 為什麼 因為通常單位裡面 都會有一台硬體防火牆 通常 我們就不要在那邊 支援默結 我直接關掉 通常我在初時 就是初階的部署 我就直接把防火牆關 各位看一下 好 好 它會用Android 所以我關不掉它 各位可以看到防護牆一開始 就這麼多的規範 有點麻煩 我都直接關了 注意這個指令你們現在不要去記 會有文件 我還是會分享一些出來給大家用 我直接講好 先關掉這個防護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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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高的 可以通嗎 好看起來不行 好看 嗯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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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好看 看 先把SD-Linux關掉 我先測一下 我們剛才先把防禍牆關了對不對 然後通常我會做第一件事情 應該是先更新 先更新整個系統的服務 所以我們會用YUMupdate.y.how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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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我用 這兩個版本都變得很奇怪 前一個版本 我還要用市場發展 在Uloss上 不知道不知道發展還是怎樣 還是Uloss Upday 不知道是它 什麼TV應該就可以了 看到Uloss上有辦法 然後直接接電 以前沒問題 是這幾個版本有問題 好,我只好用這一招了喔 可以直接開 這塊 因為這邊網路的問題 直接開我們家的 去看 因為我們今天是要設 我們今天是要玩那個 Colibra的嘛 我這台是Colibra已經裝好了 那我跟各位講一下 那幾個流程 因為這個沒辦法 一搞下去幾點了 現在是4點 快4點 那我們等一下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再做一些互動 然後如果要玩一些新的東西 我們從這台主機去玩 好不好 畫面可能有點傷眼睛 因為我裝完之後 其實全部都是文字介面 那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 我今天一開始是做Minima的安裝 對不對 所以我第一件事是什麼 update 所以我的指令應該是這樣喔 如果是Debian的主機就是 apt update 然後upgrade 所以第一個指令是 YUN-Y 那各位 我們剛剛有講說 系統安裝的部分 在哪裡可以參考 順便跟各位講 各位在網路上打 國 NPC ODF 應該這樣就可以了 好 我們本來不是說 它第一年是應用工具嗎 第二年是什麼 ODF API 那它給是Server的 所以它的部署指令 一模一 就是在裝系統的時候的指令 一定是異樣的 所以你點進去國發會的網頁 這邊有一個 這個很好笑 等一下再跟各位講 第一年 應用工具 它現在的版本稍微舊一點 是Base欄5.2.7 LibreOffice 5.2.7 一樣是第四季會有Base欄6.2.X的 會釋出2.0 這一個API工具的部分 就是我們那個文件的地方 你點進去 點進去看 它這邊有一個簡介 下面有文件 ODF API工具伺服器的部署手冊 我這邊點PDF就好 OK 跟我剛剛那份好像有點像 名字不一樣而已 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目錄 來 第一大象 一模一樣 就是大概在2到7 這個都是一樣 這份文件在網路上找得到 它只是一個入門的文件 但是因為可能各位 對SendOS比較不熟悉 所以就參考這份也OK 各位可以看 我從下載到更新安裝全部寫 下載的部分 從國內的載點去載 有些機關它就 它就比較怕說 有些Miro戰是從中國來的 它會限制說它要從國網中心去download 所以國網中心我們也有放 我們所有的成果都要感謝國網中心 都是放在國網中心 就是我們今天的那個 ODF相關的成果都放在它那邊 你光碟從這裡下 我們隨便找一個地方 開啟 連結可以看 各位 你看 現在都是1908 這個聽說是7.7 7.7 我們的版本是1810 其實1907也可以用 1908也可以用 那 現在值得關注的是 Red Hat被 被誰買走 所以CentOS會不會在 現在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後面會值得關注 那8.0暫時不要用 CentOS8.0暫時先不要用 我們用 太新了 先不要用 因為這個已經很久很穩定了 太新了 所以各位可以去這邊抓這個ISO檔 那你如果覺得7太新 你要抓 就是你把它換成7.6應該就有了 你在這邊看 你在這邊看 7.6 1810 我們是用1810 ISO X8664 然後它好像 CentOS7之後 就沒有32位 SERVER都不用 然後我們是裝這個MINIMA 1810 OK 然後這個手冊呢 就往下 光碟片開機 如果你是燒光碟的 你就用光碟片 如果你是用VirtualBox的 那你就找上那個方法 或是你用PPE 或是你用VMWall 都一樣 接下來都是一樣的邏輯 我用中文 中文然後分割硬碟 我這邊都寫一樣的東西 還有步驟 這邊都有寫 那這邊swap我是分4096 然後一樣是root 所以我 我今天講的邏輯跟那個 這份文件是一模一樣的 OK 那甚至你不會用VIM這邊也有寫 OK 那我就繼續做囉 這個手冊我就給大家參考 那 那 一樣回到剛剛那個PPE的畫面 我還以為update-y下去 他會去找 他會找 這已經更新完畢了 所以沒有 那我們剛剛有看到一件事情 我們去參考原來的網頁 因為我們今天是講Colebra 對不對 我剛剛已經更新了 然後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關閉防火牆 對不對 這邊有寫 網路開完機之後的 這是裝完了嗎 重新開機 然後第一件是不是yumupdate嗎 減歪 減歪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用再立案確認了 直接就升級 那你確定你的網路都OK 其實大概五分鐘就升級完了 第一步 升級完之後第二步是什麼 把它關掉 指定在這邊 Disable Firewall 然後Stop Distable是什麼意思 就是下次開機不要再開了 拜託你不要再開了 拜託你不要再開了 Stop是現在就關掉 那合理的 假設 每個機關 前面都有防火牆 但是你 如果你的單位沒有防火牆 拜託不要這樣幹 你現在就掛了 不要這樣子 OK 第三個 關閉SE Linux SE Linux 它是一個比較 進階的安全防火機制 那因為它 聽說政府的GCP GCP 有一個所謂的 體安全政策 它有針對這個做調整 那我們這邊先不要那麼麻煩 直接先把它關掉 好不好 不然你會debug到掛 他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去 你要先 我們先請你裝一個比較好的 VIM 有彩色的 裝完之後再裝一些小工具 我都把它放在一起 Netools是什麼 我剛剛不是打IPtable IP config ifconfig擋不出來嗎 就是沒有裝這個 我是裝密碼的 我沒有裝這個工具 然後裝一個UNZIP 然後一樣裝起來 UNZIP是幹嘛的 就是我們以後的更新檔 就是用zip的方式釋出的 然後去編這個SE Linus這個檔 這個就是那個設定檔 把它從 Inforcing 改成Disable 改成這樣就好 那VIM不會用的 看這個第四點 它有基本的指令 放在這邊 可以嗎 那如果你是用 部署的時候 你們比較少用 Linus的話 用這個WindsCP上傳 這邊有交 把我們到時候 四處的檔 call上去就好 那個collabor好像都不用 直接指定下一下就好 它都放在網路上 OK 這是這份文件的主要內容 然後你用這個WindsCP 有沒有 把剛剛你的IP 跟那個帳號密碼 打進去就可以call了 這邊都有完整的寫法 那系統 裝完之後 我這邊裝 所以一開始就做什麼事呢 升級 對不對 第一件升級 第二件事情是 裝VIM跟Net Tools 對不對 第三件事情 關掉防火牆 第四件事情就是 SE Linus關掉 然後最後就reput 這樣你的基本系統就做完 OK 基本系統就做完了 做完之後幹嘛 它就是一台完全沒有防護的Linus 就做完了 什麼都沒有 就一台Linus 然後我們現在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裝Colabra的東西嘛 各位 剛剛不是我給你們一個網址嗎 這個放大一點 這個網址喔 我是沒有寫手冊 但是很簡單 各位再看一下 它好像只要做兩件事情 因為它全部把它包成一個指令 有幾句 它下兩行指令 第一個是書 賄賂它的 加簽的key 簽名的檔 簽名檔 就是說喔 這個是合法的 對不對 指令是什麼 如果我是今天的SendOS 請你下這個 RPM-based這個喔 Disputions這個喔 這一行 請你下這行指令 把它download下來 把這個keydownload下來 把它import進去 第一件 第一行指令就這樣 看一下喔 沒什麼問題嗎 第二個就是直接裝 但是它有點 它現在比較 它有叫你加啦 OK啦 就是把它的這一個 安裝的路徑 寫到你的那個 指令的資料庫裡面去 那各位可以查一下喔 它有分 Debian Debian 9 Ubuntu Ubuntu 18.04 然後還有7 請你下這行指令 把它的這個 RPM的來源位置 寫進去你的資料庫 第二個指令 第一個指令是說 確定它的合法性 第二個 把確切的套件的來源位置 寫進去 第三個 在CentOS裡面呢 你只要 sudo 如果你是root就不用了 你後面加一個-y 就裝完了 online就裝完了 可以嗎 好 那這個時候有個狀況 裝完之後 要啟動 對不對 在CentOS裡面要啟動 好 它這邊有寫了configuration 先不要管它 因為預設 大家應該都裝在同一台吧 理論上 你們都是裝在同一台 對不對 不用改 啟動就可以用了 那啟動怎麼啟動 在切尾這 它這邊應該有講 好 這邊 We start 這樣子呢 你們會 這樣完成之後 會有一個事情請確認 到這邊確認 其實我手冊有寫 我這邊裝完 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裝完之後 你只要下一個指令 確認 有一個pole可以起來 9980 9980起來了之後 這個服務就OK了 然後我們下一個指令 然後我們下一個指令 next data 然後-tlnp 按下去之後呢 會有個9980 tcp-6 9980 然後後面就是 LOR WSD 這邊就會有 你們早上有裝那個平台 應該可以裝吧 可以連上去嗎 不行 理論上應該是網路問題 我們在家裡裝都沒事 我們在家裡裝都沒事 可能有限制還是什麼 我這台電腦上面裝了一大堆VEM的東西 所以應該都是 就是包含 SendOS的Ubuntu 什麼都裝 在我們家的網路是OK 好 這樣子我們 早 好 那早上我們是不是有裝了一個 Nesca 對不對 然後下午我們裝的是 Colabra對不對 到理論上這兩個 裝起來都可以用了 都裝起來 在Colabra裡面 它Dependence全部做好了 在我們的手冊裡面 要分開裝 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把它 全部放在網路上 但是在Colabra 是全部放在網路上 裝下來 所以剛剛不是四行指令嗎 Online的服務就起來了 好 那Online的服務是在9980 那現在 Nesca有裝起來了 Online裝起來了 請問現在還可以用嗎 可以用嗎 可以用了嗎 還不行吧 還有最後一個步驟 我要讓它支援這個 好 所以如果你現在 你手邊有Nesca 去裝一個軟體 我們登進來 看一台 好我是用Admin進來的 OK 它這個全部都是網路上 都可以直接用的 你不需要去做什麼指令 請你到Admin的設定 好 然後有一個 好 這樣 那個 右下角 右上角這個點一下 有一個加應用程式 你按下去之後 你按下去之後 你會看到什麼 有一個東西叫Colibra Online 我這個是已經裝了 我這個是已經裝了 如果你是找不到 請你到左邊 它這邊有一個 Office and Test 這邊有個分類 好 這邊給它按一下 這邊會有 第一個 就是你這個 它就會這邊有一個預覽圖 請你直接打 安裝 啟用 它會叫你輸入 那個Admin的密碼 啟用 啟用 啟用之後 在剛剛那個設定有沒有 就會有 設定 按下去 左邊 往下拉 會有Colibra Online Developer Edition這個地方 做最後一個動作 按一下 它會問你說 剛剛你那個9980的位置在哪裡 那你各位看到我這個是9990 為什麼 因為我 我做一個IP 我一堆9980 所以我透過前面的防火牆 轉PO進來 所以我這個9990 轉PO到後面9980 就是忽略 可以忽略 把你的IP 把你這個位置打進來 Apply 你就可以用了 好 我故意用一個不能用的 999 Apply 我去點的時候 它就不能用了 它就會在那邊轉圈圈 所以 各位 各位如果你做到這一步 還轉不進來的時候 兩個問題 你要先確認一件事情 那個服務有沒有起來 怎麼確認 剛剛這個9980有沒有起來 對不對 確認一下 那第二個是什麼 你那個後面那個有沒有設錯 你那個後面那個有沒有設錯 好像跑不起來了 我再回去把它設定一下 確定 這樣就好了 所以理論上各位都有 那個筆記上都有寫那個基本的邏輯 你就可以從 Nest Cloud 裝到Online 這樣子 就裝起來了 好 Colabbar是這樣子 可以嗎 以後上課要準備那個雲端的PV給各位用 不然就卡住 不然就要早點來做功課 不然就要早點來做功課 好 各位喔 那如果 你們如果回去要裝有問題 你們 你們 反正 剛剛我的那個 Facebook記一下 你可以敲我啦 已經有人加了嗎 點名 請問這是誰 確認 這個 如果你們要 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敲我 那 基本的應用到這邊 有沒有人先 現在開放給大家問答 因為我們好像還有一個小時 因為我們好像還有一個小時 我問的問題 你現在有看那個 很清楚 會不會跟我們 放的那個 那 也好 會不會有什麼 好 雖然這不是 這邊官方有說法 先讀一次 第一個 可直接編輯 就是說 比如說 他的官方說法就是 引導他們 公務機關用ODF 然後我們有做一些其他的功能 比如說我們有那個 QA的專線 然後有那個後台的系 就是你問問題 他可以有個紀錄可以記下來 然後我們有專能會回你 這都是支援 就是支援的部分 其實他軟體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一些 DOC的問題 你直接用LibbObs開 他存檔的時候 你要花很多時間 重新調整回 ODF 我們都知道說 你重新做一份ODF 是最標準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 沒那個閒工夫 他單位裡面一兩萬份 所以透過轉檔 是一個最快的方式 讓他轉成ODF 然後他如果能夠在這個過程裡面 把問題修正到最少 他後續導入ODF的意願會高 所以他的最主要目的 就是修正那些轉檔過程中 產生的那些問題 然後轉出來的ODF 像OpenOffice也可以用 去做這件事 長期他是希望做一件事情 當機關所有的文件 都轉成標準ODF之後 他就有理由以後 都用ODF做文件 那這個時候你要用應用工具 你要用LibreOffice 你要用OpenOffice 都不是問題啦 所以他最主要的目的在這邊 那後面他那些 什麼小幫手啊 這些工具是當時 因為你既然有這個軟體 那很多人就會問問題 傳統用問問題 電話講半天 他根本講不出問題 所以你直接叫他給檔案 描述 我們後面就回答 是透過這種系統化的方式 去累積那些問題的數量 好